女人正在浴室洗澡 可鬼子却认为里面藏着八路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鬼子当即就想进去检查 但却被博豪当场制止 你这种做法是非常无理的 我要空口的归进哪 可鬼子听闻却不以为然 甚至用枪顶住博豪的下巴 眼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博豪便只能小心翼翼地将门打开 而鬼子也把枪口对准了里面 可下一秒 博豪怒视鬼子的流氓行为 并且要求他立刻离开准 鬼子虽然没有找到八路 但该看的是一点都没少看 然而这一切都是文婷的寂寞 他将金戈和戴金花藏在浴盆里面 这才躲过鬼子小队的搜查 而经历这件事后的金戈 也彻底改变了对文婷身份的看法 甚至就连猪脑子的戴金花 都认为之前是自己错惯了他是汉奸 然而博豪却对这样的结果非常崩溃 本来自己和文婷马上就要成为夫妻 可金戈的出现 却彻底打破了自己的幻想 我记得你 你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 还能让文婷为你显示 随后文婷也顺势说出和博豪指示假结婚 为的就是窃取鬼子的死海境 此时的金戈悔恨无比 原来自己一直都错怪了文婷 你充当日本人的东京拜访 就是为了得到情报对吧 是 虽然金戈和文婷的目的都是一样 但双方的阵营和信仰却大相径庭 为了能尽快摧毁死海境 金戈也只能让文婷继续当卧女 随即便拉着戴金花离开了这里 而另一边回到司令部的村上 也将这件事情告诉给了龟婷 明明是两面包抄没有退路的局势 可却偏偏消失在了博豪的别墅外 甚至把里面翻得底朝天也毫无线索 文婷此言的龟婷突然想起一件事 博豪的别墅是在东城方向 而上次发生的枪击事件则在麦子街 看着如此相近的地方 龟婷断定这两起事件肯定不简单 并且还都和博豪夫妻的身份有关 于是到了次日清晨 龟婷就换掉了文婷播报员的档位 当得知播报内容和老鼠跳蚤有关时 文婷当即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可就当他将此事告诉博豪时 没想到他却根本不以为然 我不管稿子里是有老鼠还是跳蚤 可我们的命令就是撤离 可此时的博豪还不知道 自己所窃取的死海防御计划 只是龟婷抛出来的诱偶 而真正的死海计划是将整个东安城摧毁 为了找出上次老尔泄露的交据 村上便再次带领鬼子来到金府 可金玉见状却早就习以为常 卫子在将外面搜完后 依旧什么线索都没有发现 可就当村上准备离开之时 坐死的金玉却突然叫住他 可他刚一开门 就发现好兄弟金哥躲在门口 转头的瞬间又发现你八路带金 这可把金玉顿时下的瘫坐在地上